今天网路上的发烧话题 我们继续要带大家来关注的是香港 香港动荡不安 特首林郑月娥下不下台也成了焦点 2号路透社曝光了一段林郑月娥的录音档 那么林郑当时呢 是在跟商业人士私下闭门聚餐的时候呢 就说啊这个身为行政长官啊 我却让香港陷入了混乱局势 正是不能被原谅的 完全不能被原谅 如果我能够选择第一件事情 就是辞职 以辞职下台表达我深沉的歉意 还说呢 北京并没有定10月1号 要终结反送中抗争的期限 而且也没有计划要出动解放军到香港 不过呢 他的这段录音曝光之后呢 是引发了轩然大波 那么最重要就是这段 他说如果我能选择的话 第一件事情就是辞职 换来就猜说 难道他是想辞职 但是辞不成吗 那么林郑月娥在今天上午就召开记者会 改口说他从来没有向大陆当局提过请辞这件事情 另外呢就是港澳办也在今天召开记者会 力挺林郑月娥并且痛批部分示威者 是不折不扣的暴徒 而被问到说会不会支持香港政府引用紧急法 进入准戒严状态 港澳办表示支持使用一切的手段 越快恢复社会的平静越好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三号举行记者会 呼吁社会回归平静 但媒体关心的全是这段录音档 这段24分钟的录音档来自林郑月娥 上周和商界人士的闭门会谈 他哽咽谈成自己解决危机的空间很有限 甚至想过引就辞职 不过他三号面对记者追问 却改口这么说 林郑表示辞职或许比较轻松 但身为特首 他有责任帮助香港走出困局 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也在下午召开记者会 再三力挺林郑月娥执法 同时批评示威者丧心病狂 是不折不扣的暴徒 他们的矛头所向已经与修例无关 他们心甘情愿充当外部势力 和反中乱港势力的马前卒 进而夺取特区的管制权 从而把香港变成一个独立 或半独立的政治尸体 被问到是否支持香港政府 引用紧急法 港澳办回应 支持使用一切手段 且越快恢复社会平静越好 紧急法规定 特首和行政会议 可自行宣布紧急情况 绕过立法会订定任何条款 等于变相废除香港基本法的权力保障 不少律师直言 这将为香港带来不可逆的核弹级伤害 不过林郑在曝光的录音档中说到 只要止暴致乱成功 就没必要动用紧急法 政治焦点来关注到的是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来台 前往拜会民进党还有时代力量 更预告也会前往国民党 聆听不同政党的声音 各国语台湾人民要站出来 在10月1号前发起游行立体香港 不过就在黄之锋来台这一天 众志主席林朗彦回港的时候被捕 副主席郑家朗也遭人为殴 人黄之锋在来台湾前几天 也曾经遭到港警代表之后获释 会不会担心说自己回港之后 同样也会深陷险境呢 黄之锋强调了自己这一趟来台 不是寻求政治庇护 而且三年的时间一到 他一定会回到香港 经过一小时闭门会谈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 和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为首的团队 一同公开亮相 其实不管台湾和香港 其实也是命运共同体 我们也是同样面对北京的压迫 很高兴能够再一次的 见到他们在台湾这个自由的土地上面 共同表达对香港的关心 也都会在必要的时刻 提供必要的协助跟支持 民进党的态度很力挺 黄之锋等人也前往拜会 学运起家的时代力量 甚至连立场不同的政党 都有安排拜访 我们这次的行程会跟国民党 民进党还有时代力量的 不同的政治和部署交流 专程来台湾听各种不同声音 不过就在黄之锋访台这天 众志主席林朗燕 一回香港就一度遭到逮捕 副主席郑家朗更被人围殴 中总迹象显示 刚服对黄之锋来台举动相当不满 面对香港局势持续恶化 黄之锋等人又被港府列为首要战犯 这回来台除了讨论难民法的可信性 是否会向台湾政府寻求政治庇护 我会回香港 一再对台湾社会喊话 在10月1号前发起游行 用实际行动力挺香港 黄之锋等身孕领袖 来台见证要争取国际曝光 要团结台港势力 壮大反送中生事